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宇 今天要來介紹手衝巴士的最後一次 叫做敲敲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喝酒的時候玩過這個遊戲 呃就是 反正幾個人在那邊拿筷子一直敲杯子 那我個人認為敲敲杯跟7加8減酒是喝酒的時候 最容易喝醉的兩個遊戲 如果不知道怎麼玩的話可以自己去Google 那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就是大家自己 大家最喜歡什麼樣的喝酒遊戲 然後最容易喝醉的 好 我們講回手衝 敲敲杯就是在手衝的過程中 把濾杯敲集 讓粉塵因為震動而產生不同的萃取效果 那敲集的時間每個人說的都不一樣 有些人傾向是在悶蒸的時候敲集 有人是在沖煮的時候敲集 有人是全程都在敲集 我們今天要示範的是只有在悶蒸的時候敲集 大家可以試試看用不同的手衝方式 在過程中的任何時段加入敲集 我們今天就用之前教的三層堆高法來做基礎 然後在悶蒸的時候敲集十下 看看味道有什麼不同 在開始之前我們要提醒一下 最好使用像這樣子 在敲集的時候不會撞破玻璃下午的濾杯 這個是HERIO V60的玻璃濾杯 旁邊這個是塑膠的墊子 所以在敲集的時候不會讓玻璃濾杯受到傷害 要不然就要使用手衝架 像這樣可以敲集 那我們就開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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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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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檸檬紅茶的味道一樣有 但是比較清淡一點 那它比較多的是喉韻後面的焦糖味跟回甘的感覺 那這就是我們用同一個手沖方法 在過程中加入敲擊 它就會產生一點不一樣的風味的改變 那我們整個手沖的分享就到這邊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要按讚 分享加訂閱喔 掰掰